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洗礼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礼仪呢 叫做坚信礼 就是说你小时候你受洗呢 是父母给你受的 是你还自己不知道 但你长到了青年时代 那个时候呢 你就要自己去说 我相信基督教 那么那个时候主教或者神父 他就给你举行一个仪式 告诉呢 你真的是自己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么这个 这种礼仪呢 叫做坚信礼 还有一种礼仪呢 叫做圣餐礼 就是那个基督教会呢 会在教堂里面呢 举办那个Misa 然后你到那边去领圣餐 那么因为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啊 就是说那个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耶稣对他的那个门徒说的一些话啊 以后你们喝酒的时候呢 也要知道 这个酒就是我的血 那么你们以后吃那个面饼的时候呢 那面饼就是我的肉 所以圣餐呢 就要分圣饼 那么就要那个 喝那个葡萄酒 那么实际上就是呢 去想 去祭宴那个耶稣 那么这种礼仪呢 叫做圣餐礼 还有一种礼呢 叫做忏悔礼 因为人呢 犯了很多罪 不仅有原罪 那么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罪 那么你就应该忏悔 那么在天主教堂里面呢 往往有一个黑的屋子 那么你干了什么事呢 你在一边 神父在另一边 你就向神父忏悔 你说我干了什么什么事 那么经过这样的忏悔呢 那么神父就告诫你 你犯这些事呢 你应该说罪 那么这个叫忏悔礼 还有一个就是屠游礼 那么屠游礼就是在人死的时候 那么那个教室就到他家里去为他祈祷 为他屠游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可以去进入天国 那么这个一个屠游礼呢 是在人死的时候 一种礼仪 还有一种礼仪很重要 那就婚礼 那么婚礼呢 就是结婚 结婚呢 就意味着两个基督徒 他们在上帝面前那个做见证 上帝面前呢 心就连在一起 所以婚礼呢 也是其他生意的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做神职寿寿礼 也就是说你决心要当一个圣旅了 你决心要当一个教室了 你脱离那个世俗的生活 进入到教会里去了 那么就要给你举行一个仪式 那个仪式就是说 从今以后你就是成了一个教室了 从今以后你就成了一个圣旅了 受予你一种神圣的职责 那么就叫神职 教职或者神职的授受礼 那么从这么一些礼仪来看呢 我们知道呢 那个基督教会呢 它不仅有圣经 而且呢 它有礼仪 而且呢 它有组织 那么还有呢 它们都信神 那么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知道呢 它是一个组织的很严密 然后都发展得很具备的 很完备的这样一个教会组织 那么在中世纪呢 那个教会也有很多自己的其他的特性 比如说 首先它是分等级的 我们刚才所说了 最上面是罗马教廷 红一大主教 主教 还有呢 一般的神父 神父下面还有教室 那么这样一种分等级的那种做法呢 它事实上呢 是根据人与神之间的距离 来进行划分的 你比如说 这里面有很多个圈子 最中心的圈子就是上帝 上帝呢 是三位一体 他包括天父 还有呢 包括那个圣子 还包括圣灵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上帝了 那么上帝怎么来定义呢 那么上帝呢 就是根据那个圣经里的话来定义的 因为圣经里说 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圣灵呢 指的是上帝的一种能量 那么是上帝的一种光 那么圣子 圣灵和上帝呢 三位一体就被称为上帝 那么上帝有什么特征呢 上帝首先是全能的 全善的 全真的 全爱的 也就是呢 他们的基本的特征 是没有任何缺陷的 因此呢 他们叫全能的上帝 全真的上帝 那么这样一个上帝呢 还有一个身份呢 他们是造物主 他们 世界是由他们来造的 人也是由他们来造的 所以呢 他们是圈子里面最核心的 叫做造物主 那么其他的东西 包括人啊 物啊 这就是被造物 所以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上帝那个呢 是包裹着很重要的 那么核心 那么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呢 是一种能量 圣灵是照顾这个世界的 它又是一种很神秘的感应 圣灵的感应 就是上帝能量 在你身上的感应 所以我们说 上帝又是个灵体 所以你看不见他 因为光也是一种灵体 这就非常玄了 所以那个中世纪基督教的第一层 就是上帝 上帝全真 全善 全能 而且他还是造物主 其他的一切呢 都是被造物 被造物和造物主是不一样的 因为只有是造物主 才是全真 全善 全能 而被造物里面呢 就可能有区分 你比方天使吧 天使也有超能力 但是就有好的天使 也有那个不好的天使 不好的天使后来就是魔鬼 因为魔鬼呢 就是原来天使变的 那么第二个圈子呢 就是天使了 天使也是离那个上帝呢 很近的 那么天使呢 他们呢 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超能力 他们帮助上帝制造世界 天使是离神很近的 那么第三层呢 我们称为叫做圣徒 圣徒呢 圣徒呢 是人间的一些 很有成就的那样一些人 他们呢 后来就被封为圣徒 圣徒 那个他们呢 是连天使更近的 他们 有谁可以被封为圣徒呢 是在宗教事业里 做出很重要贡献的那些人 叫做圣徒 你比如说 圣奥古斯丁 为什么叫圣奥古斯丁呢 就是因为他是圣徒 圣奥古斯丁 我们叫圣尔罗 为什么我们说 selum 这样一个翻译圣经的人 被封为圣徒呢 因为他翻译了圣经 然后他是 基督教会的 支付 所以呢 他也叫圣徒 那么 这些主教们 这些闲职人员 他们工作努力 超凡路胜 死了以后呢 就被封为圣徒 圣徒由谁来封的呢 是由教皇来封的 教皇通过某种仪式 把那些人封为圣徒 那么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那个凡帝庄 可能每年还要封圣 这样封圣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明白呢 就是圣徒和天使是不一样的 那个天使怎么来的 天使不是人死了以后变天使的 天使本来就有 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 那个神话里的那个圣悟空 圣悟空怎么变成 怎么出来的 他不是人间的 他在石头里奔出来的 他也是上帝的一种被造物 但是呢他却不是圣徒 那么圣徒是什么呢 圣徒是人类里面的一些优秀分子 由于有卓越的成就 那么他们死了以后呢 被分为圣徒 所以我们这里要弄清楚 圣徒和天使之间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上帝是第一层 那么天使是第二层 那么接下来就圣徒 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专题呢 叫做天主教育新教 那么我们刚才呢 是讲到了那个 教会在中世纪发展出来的 第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等级制 我们刚才呢 说它分成七等 最核心的一层呢 就是全真全上 全是上帝 然后第二层呢 是天使 第三层呢 我们所叫圣徒 我们刚才说到呢 那个天使和圣徒之间呢 是有区别的 天使也是被招物 但是他不是人死了以后 变天使的 而圣徒呢 是对教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他们死了以后呢 由罗马教廷呢 分他们为圣徒 那么第四层是谁呢 第四层呢 就是神职人员了 神职人员就是说 经过神职寿寿里的那些人 有些是圣徒 有些呢 是那个教士 住在修道院的那些人 隐修士呢 我们给他个名称呢 我们叫做圣徒 那么住在那个 在社会里 教堂里面传教的那些人呢 我们给他的名字叫做神父 所以神父和那个圣徒呢 主要一个是在世俗社会传教 那么那些 那样一些人呢 舍弃了世俗的生活 过的是教会的生活 就被认为呢 离上帝近一点 所以呢 他们构成了第四个等级 那么第五个等级呢 就一般的基督徒 一般的基督徒 就是你受过洗的 你是信上帝的 你也是基督徒 虽然你可能是一个医生 你可能是一个农民 你可能是一个城市里的 那个工人 但是呢 你不是专业的神职人员 但是你是基督徒 这样呢 就构成了另外一个阶层 再往下面呢 就是一般的人 一般人呢 就是指那些百姓 他们并没有信奉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他们也没有信其他的信仰 那么这样呢 就构成第六个圈 那么还有呢 就是那些 我们叫做异教徒的人 异教徒的人 是什么意思呢 异教徒的人呢 就是他们信奉的其他的信仰 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异端 我们这里呢 稍微来区分一下异教徒和异端的区别 那个异端呢 他也是指信上帝的人 他只是在信仰的时候发生了错误 他是信仰错误的教导 这些天主教会里的人 他们接受的神学理论有错 那些人呢 叫做宗教异端 那么异教徒什么意思呢 异教徒是指他们不信上帝的人 他们信奉的是其他教派的人 你比如说 在英文里面 异教徒用佩根这个词来说明 而那个异端的用Heresy这个词 那么佩根什么意思呢 佩根就是他们是信奉其他东西的人 所以呢 基督徒在中世纪有的时候称古代的希腊 罗马那些人呢 称他们会佩根 或者你可以说信奉其他宗教的人 你也可以称他们是异教徒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个中世纪教会呢 他是具有等级的 他这个等级呢 是认为人和上帝的接近的距离来划分的 最中心的是上帝 然后就是天使 然后就是第三个等级 就是神职人员 第四个等级 就是一般的教徒 第五个等级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们无所谓信仰 第六个 那个 然后呢 在原地呢 就是那个异教徒了 就是异教徒 那么上帝 天使 圣徒 还有圣徒 神职人员 一般教徒 在原地就是老百姓 然后就异教徒 那么这样一个等级制呢 构成了中世纪教会的等级制 中世纪教会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中世纪教会呢 他完成了一种转变 这个转变本来这个教会呢 是一个精神化的教会 但是到了中世纪 却发展出一种教会的世俗化 教会怎么世俗化呢 就教会本来是应该管精神中的事物 管灵魂中的事物 但是中世纪呢 一方面由于世俗的政府相对的软弱 一方面又由于生活生产呢 没人管 那么这样的教会呢 就管了很多世俗的事情 管什么呢 管财产 因为教会有很多财产 还要受十一岁 管法律 尤其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些法律 婚姻方面的一些法律 那么就教会来管 还有呢 搞了一个十字军的东正 因为呢 这个呢也是由教会来组织的 甚至还卷入了很多世俗性的土地 地方性的事物 比如说有一本小说 有一本小说叫做牛蒙 那个牛蒙的父亲 就是一个神父 所以呢 他也管很多很多世俗的事情 那么还要管教育 还要管外交 还要管法律 还要管财产 甚至还要开办工厂 那么维持教会 这样一个巨大的教会呢 他要很多经济上的职能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出现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状况 理论说教会应该管的是精神方面的事物 实际呢 他管了很多 那个物质上的事物 精神是没有形状的 而实际上呢 他就走向了有形的教会 强调的是形式 那么这样一种世俗化呢 就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教会走向腐败 教会走向腐败呢 就使得那个教会呢 和他的精神和他的实际呢 互相矛盾 那么有哪几种腐败呢 第一种腐败 就是神父不称职 因为教会管理那么多财产 很有权势 很多人呢 就想去当神职人员 但是他又没有受过 神职人员的专门训练 他们只是为了去当神父而当神父 所以呢 他们是不称职的神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腐败 第二种腐败呢 就是他们呢 有的时候有空缺 那个神父呢 虽然名义上叫神父 或者是主教 他从来不到那边去 他只是名义上的 那么那也是一种腐败 那么其他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败 比如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蜡烛费 就是神职人员犯了很多罪以后呢 他可以交一笔钱 民意就是拉出费 交了钱以后呢 他的罪行就给抵消了 这呢 也是一种腐败 那么 教会的那种腐败呢 本质上是教会 从精神的教会 走向世俗的教会的一种必然结果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 教会的政治上的势力也逐渐强大 因为出现了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以后呢 教会有很多地产 他也可以成为那个封建主 然后呢 这样呢 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两把剑的理论 说呢 教会掌管的那把剑 就是指精神之剑 而世俗的统治者掌管的那把剑 不过是世俗的世俗之剑 那么精神要高于物质的 因此呢 教皇管理的那个剑呢 就是要高于那个世俗国王管的剑 这样一来呢 就是教会和世俗政府之间 也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那么这样一种 中世纪产生的第二个特点 也就是说教会走向世俗化 那个特点呢 就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中世纪教会的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强调了禁欲主义 所谓禁欲主义呢 就是神之人员呢 是不能结婚的 也不能有道德败坏的 那样一种行为的 那么所谓禁欲主义呢 就在欧洲呢 就流行起来了 就是说呢 那些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 就要进修道院 那么即使不进修道院呢 也有很多女性呢 一辈子不结婚 那么这样一来呢 都是这么以为啊 假如你结婚了以后呢 那么你就会不干净 或者不结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要禁欲 那么和禁欲连在一起 概念呢 就是苦修主义 就是一种对自己进行惩罚 所以那个中世纪教会 修道院里面呢 有很多苦修 你觉得自己是罪人 然后你要赎罪 怎么赎罪呢 你就对自己进行虐待 你进行那个苦修 那么这种苦修呢 以为可以帮助你来赎罪 那么禁欲传统和苦修的那种传统呢 再加上呢 有些圣旅 有些教士呢 腐败呢 这么一些情况呢 就使得有很多人出现宗教改革的念头 那么宗教怎么改革呢 就是指望来把教会呢 变成一个纯洁的教会 叫做教会的纯洁运动 那么教会的纯洁运动呢 本质上就是说呢 你不要太去卷入那个世俗的事物 你不要那么多权力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就出现了一种宗教改革 那么宗教改革 比较成功的 一个运动呢 就是由马丁路德发起的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马丁路德以后的那些教派呢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新教 那么马丁路德那个运动呢 我们就要来稍微的介绍一下 路德的一些基本的思想 那么路德的这种思想呢 首先呢 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上帝的人 但是他觉得 人应该和上帝建立一个什么 正当的关系 所以马丁路德一方面认为 人是有罪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 即使是有罪 人也应该和上帝建立一个正当的关系 什么叫做正当的关系呢 一个有罪的人 怎么才能和上帝保持一致呢 这个关键的一个词呢 就叫做拯救 也就是人虽然是有罪的 但是人还可以赎罪 那么 正是在那个赎罪的概念上呢 路德和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呢 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冲突 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那种赎罪概念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词叫做行为称义 就是你通过做好事 然后呢 包括你遵守法律 那样呢 你就可以赎掉你的一些罪 那么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来 简单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罪 谢谢